我们一般人做呼吸都是用鼻子或嘴巴 空气在外面很珍贵 把它吸进来 然后再把它吐出去 吸进来是不是吸到肺 肺是不是要有空间 肺要有空间 如果肺没有空间的话 如果一直是这个样子 再怎么吸 里面没空间 再用力的吸 也吸不进去 你越用力你越伤 越伤害它 因为它把其他的地方把它撑开 对 就叫叉了气 对 因为吸进去 吸去是一个压力 我们用鼻子吸气进去是一个压力 既然是一个压力 你没有空间给它 那个压力是不是变得把组织其他的地方 气本来不应该去的地方把它撑开 它不是把肺子撑到空间 问题是你的动作没有让它开 你没有让它开 我懂了 我懂了 要不懂 所以做体操的时候 一 二 这个是进气还是吐气 这是 这是进还是吐 进 因为你的肺 打开了嘛 空间开了 气就进来了 然后 气是不是出来了 所以是里面空间的开合 气本来就在 是里面空间 我们里面空间做开合的时候 气就自然的进去 你不需要去抓气 懂 懂 懂 听到 跟鱼在水里面一样 你哪里见过有一条鱼在水里面 它去 去这样子吸水的 没有 它就管它油 它嘴巴一张里面一开 水就进去了 是不是 然后呀 水就出来了 所以 我们要 要做呼吸 里面要做开 开合 然后里面做开合呢 它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这个气 它 开到哪去 哪里的气 进去 进到哪里 出来是哪里的气 出 出来 所以 每一个动作都要很 很仔细的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你 你试试看 你也是的 当你的手这样子的时候 这样子 来 手肘开开 好 你吸气 吸在哪里 吸在肺的哪里 你在吸 吸在哪里 啊 对对对 肩膀不要起来 肩膀不要起来 手肘开开 吸气 吸气 气在哪边 吸 吸到哪里 往上去的 可以 做一个比较深的呼吸 你告诉我 你的气吸 吸到不要往后 往后 往边 对 你要吸 你的气 进进 进不去 吸 吸在哪里 有到下面的感觉 有到下面的感觉 它是在哪里 啊 比较好了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开 手肘往上顶 这个手这样 这个手这样关 好吸去 它一定是在这里 吸在哪里 嗯 吸在这里 是不是 对 对 你换一边 它就吸 它就吸在这里 是不是 当你的手是这样子的时候 吸气 它一定是在这里 嗯 它往这里开的 肺的下页 它是往边开的 你吸进去的气的力量 是往横开的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好 你这样子吸 气在哪里 嗯 这个地方吧 气是不是在中央呢 对对对 就是 往后拉 往后拉 手抖 夹 你再吸 吸在哪里 头不要低 下口 不对 夹緊 先不要起来 拉链 先不要起来 先不要起来 拉链 注意什么地方在动 什么地方在动 什么地方在动 嗯 注意一下 这里是废着下顶 这里是废着上顶 上顶 上顶 是上顶多 还是下顶 上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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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吸到上顶 上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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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是吧 所以 所以 外在的姿势不一样 造成里面空间的变化 不一样 你的气的净处 出就到不同的部位去 因为你这样吸的时候 它在中央它会把胃提起来 你刚才有打嗝 胃里的肺气就会出出来 这样就不会 这样子它是很开的 这样的时候 你这样吸的时候把底下都提上来 这样子 你这样吸气的时候 自然那个肛就收 自然肛就收了 胃气就提起来 小腹提起来了 腿也提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的力量在中央 你们懂